Hello 大家好 很高興見回大家 我是Henry 金銀利俊亨 逢星期一金市分析在轉圈的時間 最重要是來為大家帶來 短暫意福金買賣策略同學市分析 喜歡幫到你的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上星期金價走勢很弱 幾乎是連跌一個星期 彈一點也彈不起 星期一最高1958 之後開始下跌 期後幾天開始跌勢加劇 去到上星期五早段 跌到最低1910 見3月16日以來最低 雖然半夜一度反彈1936 但收市再落到1920附近 還要在今天開市前六天 傳出俄羅斯打內戰 就是俄羅斯的僱傭兵團想進軍俄羅斯 不過這六天搞定了 俄羅斯僱傭兵團和白俄羅斯傾城停戰 這件事似乎嫌市不夠 還要踩多腳 今次在這星期偏側的機會很大 上星期值得關注的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連續兩天出席了參眾兩院的聽證會 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上 鮑威爾就說 雖然通脹自去年年中以來已經有所放緩 但要回落到他們的目標兩年 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幾乎所有FOMC的成員都預期 今年年尾做一步加息是合適的 而在參議院的時候 鮑威爾就表示 超過一半成員認為可能會再加息兩次 但具體時機就要參考更多經濟數據 總括來說 鮑威爾今次記者之內會說的話 和上星期沒有大出入 在數據方面 上週初請失業金人數維持在超過一年半高位水平 新增達26.4萬人 反映失業人數開始增加 但這次事似乎還未引起市場關注 因為他們覺得聯儲局暫時迫不出不加息 所以金價繼續下跌 而在外匯市場方面 英倫銀行以超過市場預測的加息幅度震盪市場 是自兩個星期前 澳洲央行和加拿大央行之後 第三間主要央行做出令市場意外決定 加息0.5厘 但加息後英鎊不升反跌 令美元由超過一個月的低位回升 間接導致金價走勢繼續疲弱 在過去星期六日 俄羅斯做了一場大龍鳳 打內戰 - 哪些手機器? - 看他們! - 死! 先是僱傭兵團雅加勒兵變 然後舉兵進入莫斯科 但不足24小時後 在白俄羅斯總統劳卡申科調停下 他們的領袖普利哥宣布撤退 還會搬到白俄羅斯 普京的危機似乎暫時消退 但這場鬧劇會否對烏俄戰事有影響? 會否成為戰爭的轉利點? 相信一段時間後就會更加清楚 但似乎俄羅斯人民挺支持這班僱傭兵 如果普京要秋後算帳 可能令局勢有變 最後 兵變得快 走都快 這件事對金融市場暫時來說 沒甚麼衝擊 今星期有多項重要數據將會公佈 其中一項一定是星期五公佈的通脹指標之一 PCE 另外 內容品訂單和第一軌道GDP宗值值得留意 最後 聯儲局鮑威爾又會出來說話 雖然預計不會有太大新意 都是那幾尾 但值得留意 因為他說的每一句 都有機會引起市場的動盪 最後 我們用技術層面分身份金價走勢 金價上星期五曾經少少彈到1936 所以今星期我們用這個位置做分界點 未突破1936之前 我們的首選都是沽空 突破之後 之後我們才改變 在那個位置開始開